晚间新闻由国泰银行赞助播出 梦想与未来 国泰银行与您同行 中国军纪拦截美飞机 各位观众晚 欢迎收看10月18号的话语电视晚间新闻 我是于昕伦 众议院今天进行了第二轮议长竞选投票 但候选人吉姆乔丹还是无能为力 仅仅获得199票 与当选议长所需的217票仍然相差甚远 不少议员也显得有些心灰意冷 转而希望扩大如今临时议长的权限 尽快度过如今的难关 议员吉姆乔丹希望他的第二次投票能够成功 这位来自俄亥俄州的共和党人 正在寻求更多的支持 以争取成为下一任的众议院议长 但今天的第二轮投票依然无果 在20名共和党人投下反对票之后 他的竞选之路再次失败 其中来自科罗拉多州的共和党众议员肯巴克的意见 最为尖锐 麦卡锡本月早些时候被淘汰出一掌一职 在继任者确定之前 众议院这两周的时间里 基本就处于停摆的状态 无法审议包括政府拨款在内的任何立法 而距离政府再次关门的威胁 也只剩下了一个月的时间 吉姆乔丹虽然还没有放弃 但他想要当选就只能失去四张共和党的选票 而民主党方面依旧团结 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哈吉姆杰弗里斯说 他的党团正在与传统的共和党人商谈重开议院的事宜 现在包括前议长麦卡锡和少数党领袖杰弗里斯 都表示愿意给予临时议长帕特里克·麦克亨利更多的职权 至少要先想办法度过如今的难关 拜登总统正式抵达以色列与该国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会面 他承认巴勒斯坦人民正在遭受巨大的苦难 而哈马斯绝不能代表该国人民 昨天加萨医院遭到轰炸的事件也并非以色列所为 提醒社会在伸张正义的同时 不要被愤怒所吞噬 拜登总统在昨晚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会面 他率先对昨天发生在加萨医院的悲剧表达了哀悼 但他也强调此事绝非以色列所为 以色列方面指责此事由伊斯兰极端组织误射了火箭弹而引发灾难 而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的民主党和共和党高层纷纷表示 他们相信医院的爆炸不是由以色列空袭造成 而是由恐怖分子的火箭发射失败才导致的 内塔尼亚胡本人也对拜登的到来表示了欢迎 拜登也呼吁外界必须要对此事保持冷静 除了医院的事件之外 拜登此行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确保加沙人民获得足够的募资支持 而他也再次警告哈马斯不要试图窃取这些援助 不过由于医院悲剧事件的发生 拜登原先与约旦 埃及和巴勒斯坦领导层的会面已经被取消 总统也缩短了访问流程已经起身返回华盛顿 拜登预计会在明天晚间发表全国讲话 重点就在如何应对哈马斯与以色列以及俄乌战争的持续问题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哈勒韦今年表示 与哈马斯的战斗将长期存在 但以色列也必须防止战火扩大 卷入更多的敌人 但无论是在北部与黎巴嫩的领处 还是南部与埃及的口岸 全天24小时都有间接性的爆炸发生 以色列国防军在声明中表示 今天共有9枚火箭弹从黎巴嫩领土发射进入以色列北部 国防军还强调他们的部队遭到了反坦克飞弹的袭击 恐怖分子还向边境的以色列军事哨所开枪 同时在埃及的拉法边境口岸 靠近加萨一侧全天都发生了间歇性的爆炸 而在昨天发生惨剧的加萨医院 今天虽然大火已经退去 但各类物品的残骸散落满地 书包 鞋袜 布料残骸随处可见 部分区域还能看到大片的血迹 当地目击者也谈到了自己的所见所闻 而立属于红十字会的巴勒斯坦红星月会表示 距离加萨盛城医院不到100公尺处 今天又再次发生了爆炸 指责这场爆炸袭击了该地区的多栋住宅和主要街道 但目前还无法确定爆炸如何发生 以色列方面则没有透露任何关于空袭的消息 而伴随着这场袭击事件而来的 则是周边各国的抗议声浪 位于约旦的巴勒斯坦支持者 在昨晚聚集在以色列大使馆的周围 画面中还能看到大量民众爬上了大使馆的屋顶 挥舞着巴勒斯坦的国旗 该国的外交部长也在接受采访时 拒绝相信以色列的任何说法 在拜登总统前往以色列之际 美国本土的抗议游行活动也在延烧 今天一个名叫犹太和平之声的组织 在华盛顿特区展开了游行活动 抗议国会和白宫在冲突中扮演了所谓错误的角色 该组织指责中东的暴力就来自于以色列 对其他阿拉伯国家的种族隔离 但由于活动愈演愈烈 甚至还一度封锁了白宫的入口 最终警方被迫出动 逮捕了30人之后 抗议人群才逐渐散去 但随着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冲突持续发生 像这样的抗议事件恐怕还会越来越多 鉴于酷热的夏季用电需求量 气温降低可能使德州用电量激增 导致电量增加 德州电力可靠新委员会担心 寒流可能导致能源紧急状况 电力公司正在透过可能使用 旧发电厂恢复运作的方式 来防止冬季到来时再次发生的紧急状况 在冬季 上午8点左右的用电需求最高 此时德州人会起床并打开暖气 此时太阳仍在升起 因此太阳能板无法像今年夏天那样 多次拯救电网 如果一切照旧 尔科估计有20%的几率 发生向12月冬季风暴爱略特的寒流 导致电力紧急状况 因此 艾略特希望透过采取罕见的措施 来提高胜算 他们已正式要求发电厂考虑 重启已退役的发电厂 包括一些已停产多年的污染企业 因此 他们也要求新的想法 可以减少需求 这一位住 今年冬天 更多的德州人将有可能 获得减少用电量的报酬 德州电力公司将于11月签署这些提案 幸运的是 董事会成员表示 这将是发电厂针对特定低温对齐设备 进行风化以来的第一个寒冷季节 拉夫罗夫访问北韩 消息过后来看国际新闻 美国国防部印太事务助理部长瑞特纳 抨击解放军持续在南海与东海等空域 针对美国和盟友实施挑衅和危险的拦截行动 前年秋天至今已经超过了180起 目的在胁迫国际社会成员 放弃其基于国际法的权利 瑞特纳表示 美国不会被威胁 美军将持续在国际法允许的范围之内 安全并负责任的执行任务 五角大厦称这不是单一事件 这也不是美军首次公布 两国军机空中遭遇事件的影片 今年2月 多家美国媒体记者在美军P-8巡逻机上 直击挂弹的解放军战斗机式施拦截行动 解放军当时警告美国要负全责 索性最后没有发生冲突 国防部17日释放照片和影片 卢列自去年1月以来 15起解放军空军的危险行径 例如突然逼近 释放照明弹等物体干扰 此外 当美军对实施拦截的解放军 发送无线电信号后 解放军 飞行员回以咒骂 国防部指出 解放军多次针对美军飞机实施危险拦截和挑衅行动 两机相距仅数10英尺 美军为此启动防止相撞的应变程序 美军印太司令阿基里诺说 解放军逼近美军战机的次数越来越多 除了在空中 海上拦截也屡见不鲜 美加军舰6月穿越台海时 解放军军舰逼近加速横切美舰中云号前方 迫使中云号减速转向 中国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表示 中国始终反对特定的非区域国家 在南海制造麻烦和挑起冲突 破坏区域的和平与稳定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 18日抵达北韩进行为期两天的访问 此行被视为为俄罗斯总统普廷 访问平壤前的准备会议 两人的高峰会引发西方忧心 平壤会对莫斯科提供用于乌克兰战争的武器 拉夫罗夫18日抵达北韩首都平壤展开为期两天的访问 他底部后再与中获北韩民众欢迎 这次是拉夫罗夫自2018年5月后 时隔近5年半再次访问北韩 俄国传媒指 拉夫罗夫计划与北韩外向催善机会谈 拉夫罗夫表示 会趁此行讨论落实总统普廷 与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 上个月在东方航天城会晤时达成的协议 又指俄罗斯完全支持北韩 维护该国独立的愿望 高度战赏凭让政府在俄部战事 对俄方表达原则性及明确支持 路透社此前报道 拉夫罗夫此行可能会向北韩当局通报 普廷在北京一带一路峰会期间 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的结果 并与普廷未来访问北韩做准备 金正恩于上个月在时隔四年后 首度访问俄罗斯 并邀请普廷回访 两人的高峰会引发西方忧虑 凭让会对莫斯科提供用于乌克兰战争的武器 华府与西方研究人员提出 越来越多的卫星影像 显示北韩向俄罗斯提供用于乌克兰战争的武器 白宫此前提供的图表显示 由大批的货柜从北韩罗津走向海路 送达俄罗斯杜纳 然后再经由铁路送到乌克兰边境附近的一个弹药库 对此 克林姆林工发言人佩斯科夫回应 西方的指控并无证据 日本供奉二战甲级战犯的 晋国神社镇举行囚集打击 96名跨党派的议员18日上午到神社参拜 中国对此提出严正交涉 敦促日方切实正式和深刻反省侵略历史 同军国主义划清界限 韩国方面则深表失望予遗憾 根据共同社报道 参与此次晋国神社秋季大季的跨党派议员 来自自民党 日本维新会 国民民主党 政治家女子48党 参政党及五党派等 三名政府官员也有参拜 包括总理助理小李太宏 经济产业副大臣盐田和亲 及国土交通政务官史乔林太郎 来自自民党的一连副会长冯泽一郎 在参拜后的记者会上表示 将和平的宝会传承给下一代 是我们的重大使命 关于首相岸田文雄 17日供奉了被称为真神的贡品 冯泽认为这体现了对战争侍者的遵从 该一连上次集体参拜 是在8月15号的终战日 经过神社的秋季例行大计 举行时间为17号至19号 在众多隔聊中 经济再生单单向心疼效益 经济安全保障单单向 高市早苗进行了参拜 例行大计的16号之前 经济产业向西村康仁进行了参拜 对此中国坚决反对日方有关消极动向 提出严正交涉 敦促日方切实正视和深刻反省侵略历史 与军国主义划清界限 南韩外交部对日本政治领袖 向靖国神社公奉祭品化参拜 深表失望与遗憾 敦促日本领袖正视历史 用行动对历史遗留问题 展现谦虚和认真的反省态度 为韩日关系发展做出贡献 南韩外交部发言人任朱氏 前一天就岸田文雄 在日本秋季离行大计的首日向靖国神社公奉祭品 发表类似立场 现在让我们来看地方新闻 洛杉矶消防局称 周二晚上8点30分左右 一名司机涉嫌在Mollywood太平洋海岸高速公路上撞死了四人 涉事司机目前面临过失杀人罪 而官员表示受害者是Paperdown的大学学生 佩珀戴因大学周三上午发布了以下声明 佩珀戴因大学昨晚接到马里布校区附近发生致命事故的悲惨消息后 有理由相信在太平洋海岸公路上遇难的四人式学院的学生 大学正在与警方联系 并将在适当的时候协助通知家庭成员 我们的社区经历了巨大的损失 并鼓励每个人优先考虑自己的健康和福祉 警方表示 照是司机已被逮捕 司机为22岁的弗雷泽 迈克尔 伯姆 调查人员称 伯姆驾驶一辆深色宝马车 车辆失控 发生侧翻 撞上了多辆停着的汽车 然后反弹并撞上了站在路边的四名女性 四名受害者当场被宣布死亡 这名22岁的司机因车辆过失杀人罪被捕 当局不认为他受到毒品或酒精的影响 目击者称 他们看到司机毫发无伤地从失事的汽车里出来 然后被几个人压在地上 落线警局证实了死亡事件 并表示至少有四辆车被射击 相关部门表示 超速很可能是这起事故的因素 另外两名受害者被送往医院 情况不明 加州一名外送司机在取餐后 吃掉了顾客的食物时被抓个正着 该外卖员在长滩 一家餐厅外吃东西的画面被拍了下来 随后餐厅老板走出来与司机对职 并解雇了这名司机 上周三 长滩麦克斯汉的餐厅外的监视器 拍到了一名GrabHub送餐司机 在取餐后几秒钟 就开始食用送餐顾客的晚餐 有一次司机甚至用牙齿撕开了袋子 然后他从后面拿起自己的叉子 开始大口吃面条 电主马丁卢萨尼利亚说他很震惊 他怀疑出了什么问题 卢萨尼利亚走出去与司机对质 结果司机告诉他这只是他的午餐 卢萨尼利亚和司机碰了一下拳头 然后走开了 但当他查看摄影机记录时 他的预感是对的 GrabHub的司机离开后 卢萨尼利亚急忙打电话给顾客 告诉他们食物被污染了 不要吃 GrabHub表示 他们解雇了这名司机 并联系了店主 并补充说 我们的绝大多数订单 都是在无事故或无投诉的情况下完成的 当事情没有按计划进行时 我们会努力把事情做好 这不是我们第一次看到这种情况 2019年 大卫戈尔茨坦在餐厅安装了隐藏的摄像头 拍到送餐员在不同的订单中偷吃食物 作为回应 洛杉矶县监视会考虑对房篡改送货带 进行调查 但目前并未采取任何行动 稍等回来要看前进华尔街 欢迎回到华语电视晚间新闻 来看今天的前进华尔街 好的主播 我现在纽约为您带来10月18号星期三 美国股市的收盘情况 美股周三早盘继续下滑 美债收益率维持稳定 市场密切关注着地缘政治风险和美股的财报 来到尾盘 三大股指继续在低位徘徊 科技股领跌 中东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 恐将影响石油市场 收盘时 道琼斯指数下跌了332点 收报33665点 纳斯达克指数下跌了219点 收报13314点 标牌指数则是下跌了58点 收报4314点 经济数据方面 美国房贷成本连续第六个礼拜上升的同时 一项衡量按揭申请的指标降至近30年以来的最低点 表明已经陷入困境的楼市正面临着进一步下探的势头 第二贷款银行协会发布 上周购房或者再融资申请指数下降了6.9%至166.9% 这是自1995年5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周三公布的数据还显示 30年期的定息贷款的核控利率增长了3个基点至7.7% 是连续第六周上涨 五年期的房贷利率跃升了19个基点至6.52% 创下2011年以来的次高 再融资指数则录得2月以来的最大跌幅 各股方面的消息 摩根·史丹利今天发布了2023年第三季度的财报 由于债券交易业务表现强劲 摩根·史丹利第三季度的营收和利润均超过预期 财报显示 摩根·史丹利第三季度的营收为132.7亿元 同比增长了2% 高于分析师预期的132.3亿元 利润为24.1亿元 同比下滑了9% 美股的收益为1.38元 高于分析师预期的1.28元 净利息收入为19.8亿元 预估为20.6亿元 财富管理净营收为64亿元 预估为65.8亿元 此外 大摩本季度回购了15亿美元的股票 在今天收盘时 公司的股价下跌了6.7% 收报每股74.8元 宝洁今天发布了第一季度的财报 数据显示 公司每股的收益为1.83元 总营收为218亿元 而此前分析师预测 该公司的营收为215.7亿元 每股的收益为1.72元 今年以来 保洁的股价累计下跌了3% 在今天收盘时 公司的股价上涨了2.5% 收报每股149.9元 纳斯达克公布 截止到9月底为止的第三季度 每股经调整之后的盈利为0.71亿元 由于预期的0.68元 收入按年上涨了6%至9.4亿元 纳斯达克表示 上季交易业务的收入下跌了1%至2.36亿元 指数相关收入上涨了15% 防止金融犯罪的收入上涨了21%至9300万元 公司表示 集团将继续建立更多元化的收入来源 在今天收盘时 公司的股价上涨了3.9% 收报每股51.9元 以上就是华尔电视记者赵璐 在纽约为你带来的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10月18号的华尔电视万件新闻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于心伦 在新闻的最后 要祝您有个美好的夜晚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晚安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